一文看懂一月六日,美国会联席会议认证流程,周三一月六日,美国国会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会是什么? 简单说仍充满不确定性,参众两院都要求选举人团投票,必须议员本人在国会抬行,但因为疫情造成的确诊和隔离,谁也不知道有哪些国会议员,会在一月六日出现。 而本届国会两岛议员人数参与非常接近,一月六日,参议院议长,一附责请彭斯将在众议院会议大厅主持联席会议,选举人票将由参注两院个任命的两名议员,按字母顺序宣读和统计。 他们将把统计结果交给彭斯,彭斯将宣布结果并听取反对意见。 如果有反对意见,参注两院会分别考虑,以决定如何计算这些选票。 具体说,当至少一名众议员和一名众议员一起因新面评出反对于各种选举人票,会发生成。 不凡两位将建议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州,会议会来解决谎。 触发挑战后,两院将做什么? 共和党众议员莫布鲁克斯·艾莫布鲁克斯·艾莫布鲁克斯和数十名众议员, 预计将向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名单提出挑战。 而共和党参议员乔石·莫利,Josh Hawley,也已经表示, 他将加入对立院共和党参议员的挑战, 为参议员却得退录。 他不过,领导的十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人名村没有明确说, 将在会议上挑战某一州的选举人, 但他们称,如果国会不启动委员会调查选举舞弊, 他们打算在1月6日,投票拒绝有争一州的选举人。 这意味着联席会议再唱票, 到某一周时,会暂停两小时, 然后国会两院单独开会。 众议院可继续在众议院会议大厅一起开会。 参议员们则穿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 回到参议院会议厅。 在这两小时里, 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单独审议和辩论挑战者, 对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名单的任何质疑。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想发言的议员最多可以发言五分钟。 然后,众议院和参议院, 都要分别进行表决。 参议两院需要同时否决, 一个州的选举人票才算作废。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选举人名单就会消失。 然后参议两院重新召开联席会议, 继续处理别的州的选举人票。 也就是说, 决定废弃掉某一州的选举人票, 必须要参议两院各自的大多数议员同意才行。 从目前来看, 因民主党议员不支持, 共和党议员内部意见不一致, 要参议两院的大多数议员, 都同意废掉某一州选举人票, 难度很大。 两党能有多少议员出席示威之数? 目前来看, 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全体投票拒绝 共和党人的任何选举挑战。 同样的, 肯定也有一定数量的共和党人会在参, 中两院, 做挑战民主党人的事。 此外, 因为中共病毒, COVID-19疫情, 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差距并不大。 1月4日, 有一位77岁的德州共和党新当选女众议员确诊, 她有参加三日的国会入席仪式。 众议长佩洛西, 召回一名确诊的民主党众议员, 为了三日参加投票, 帮助民主党保住众议长席位。 所以, 无法预知1月6日, 会因为测试呈阳性, 或近距离接触后需要隔离, 有多少人不能出席。 众议院已经在第117届新国会中, 恢复其远程投票制度, 参议院从来都没有设置远程投票的规定。 不过, 众议院在选举人团认证期间, 被禁止使用远程投票。 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可能到7日所以, 在现有6至7个关键州的预期下, 挑战大概需要延长会议数小时。 考虑到每个州有两个小时的辩论时间限制, 以及进行畅明投票所需的时间, 众议院平均每次畅明投票的时间约一小时, 然后还有礼仪, 演讲和通过无争议的选举人团名单的时间, 选举人投票的最终认证, 可能会延续到1月7日的凌晨, 或者1月7日的深夜, 甚至更久。 选举计票法允许国会休会。 但在选举人团最终确定之前, 参众两院不得解散国会的联席会议, 而且, 国会必须在5天时间内结束此事。 对每一个有争议的州, 都会触发一次畅明投票, 然后参众两院议员各自采明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 或那些跟州的选举人团的立场。 为何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挑战? 议员的投票可能是双任劍, 有一些州或地区的共和党议员的赞成或反对投票, 对总统候选人的表态, 可能会帮助或伤害他们自己所在选区背后的选民。 选择错误的方向, 在政治上可能会很危险。 这正是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和其他共和党人, 希望避免这种选举困境的原因。 对共和党人来说,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对民主党议员来说, 如果他们所在选区, 爆料出大量舞弊证据, 又无法解释原因, 他们也同样面对严重的诚信质疑。 无论如何, 到了1月6日, 7日或8日, 国会议员们都将有一个决定。 国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被记录在案, 要么维护选举人团的结果, 要么拒绝他们。 一文看懂1月6日, 美国会联席会议认证流程, 周三1月6日, 美国国会联席会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会是什么? 简单说仍充满不确定性。 参众两院都要求选举人团投票, 必须议员本人在国会才行, 但因为疫情造成的确诊和隔离, 谁也不知道有哪些国会议员, 会在1月6日出现。 而本届国会两党议员人数差异非常接近。 1月6日, 参议院议长, 及副总统彭斯将在众议院会议大厅主持联席会议, 选举人票将由参众两院各任命的两名议员, 按字母顺序宣读和统计。 他们将把统计结果交给彭斯, 彭斯将宣布结果并听取反对意见。 如果有反对意见, 参众两院会分别考虑, 以决定如何计算这些选票。 具体说, 当至少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 一起以书面形式反对一个州的选举人票, 会发生什么? 不妨以关键州亚利桑那州Arizona为例来了解流程。 触发挑战后, 两院将做什么? 共和党众议员莫布鲁克斯, Emma Brooks, 和数十名众议员, 预计将向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名单提出挑战。 而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也已经表示, 他将加入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挑战。 由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Chad Cruz, 领导的十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联盟, 虽没有明确说, 将在会议上挑战某一州的选举人, 但他们称, 如果国会不启动委员会调查选举舞弊, 他们打算在1月6日, 投票拒绝有争一州的选举人。 这意味着联席会议再唱票, 到某一州时, 会暂停两小时, 然后国会两院单独开会。 众议院可继续在众议会议大厅一起开会。 参议员们则穿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 回到参议院会议厅。 在这两小时里, 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单独审议和辩论挑战者, 对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名单的任何质疑。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想发言的议员最多可以发言五分钟。 然后, 众议院和参议院, 都要分别进行表决。 参众两院需要同时否决, 一个州的选举人票才算作废。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选举人名单就会消失。 然后参众两院重新召开联席会议, 继续处理别的州的选举人票。 也就是说, 决定废弃掉某一州的选举人票, 必须要参众两院各自的大多数议员同意才行。 从目前来看, 因民主党议员不支持, 共和党议员内部意见不一致, 要参众两院的大多数议员, 都同意废掉某一州选举人票, 难度很大。 两党能有多少议员出席示威之数? 目前来看, 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全体投票拒绝 共和党人的任何选举挑战。 同样的, 肯定也有一定数量的共和党人会在参, 众两院, 做挑战民主党人的事。 此外, 因为中共病毒, COVID-19疫情, 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差距并不大。 1月4日, 有一位77岁的德州共和党新当选女众议员确诊, 她有参加三日的国会入席仪式。 众议长佩洛西, 召回一名确诊的民主党众议员, 为了三日参加投票, 帮助民主党保住众议长席位。 所以, 无法预知1月6日, 会因为测试呈阳性, 或近距离接触后需要隔离, 有多少人不能出席。 众议院已经在第117届新国会中, 恢复其远程投票制度, 参议院从来都没有设置远程投票的规定。 不过, 众议院在选举人团认证期间, 被禁止使用远程投票。 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可能到7日所以, 在现有6至7个关键州的预期下, 挑战大概需要延长会议数小时。 考虑到每个州有两个小时的辩论时间限制, 以及进行唱名投票所需的时间, 众议院平均每次唱名投票的时间约一小时, 然后还有礼仪、 演讲和通过无争议的选举人团名单的时间, 选举人投票的最终认证, 可能会延续到1月7日的凌晨, 或者1月7日的深夜, 甚至更久。 选举计票法允许国会休会。 但在选举人团最终确定之前, 参众两院不得解散国会的联席会议, 而且, 国会必须在5天时间内结束此事。 对每一个有争议的州, 都会触发一次唱名投票, 然后参众两院议员各自阐明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 或那些跟州的选举人团的立场。 为何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挑战? 议员的投票可能是双任舰, 有一些州或地区的共和党议员的赞成或反对投票, 对总统候选人的表态, 可能会帮助或伤害他们自己所在选区背后的选民。 选择错误的方向, 在政治上可能会很危险。 这正是参院多数党领袖曼康奈尔, 和其他共和党人, 希望避免这种选举困境的原因。 对共和党人来说,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对民主党议员来说, 如果他们所在选区爆料出大量舞弊证据, 又无法解释原因, 他们也同样面对严重的诚信质疑。 无论如何, 到了1月6日、7日或8日, 国会议员们都将有一个决定。 国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被记录在案, 要么维护选举人团的结果, 要么拒绝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